Hello,大家好,我是TheState Room的總廚Chef Yen 由今天起到8月31日 AT Center香港和我們再度聯手合作 推出期間限定的韓牛套餐 等我趁著這個機會和大家分享韓牛小知識 韓牛又叫做慳烏,顧名思義就是韓國的牛肉 並不是所有的韓國牛肉都是韓牛 只有純正血統和土生土長的品種 才可以叫做韓牛 很多人都會問我 韓牛和其他地方的牛肉有什麼分別 韓牛的油脂分布很平均 但它獨特支柱是油份多得來,水份亦重 所以肉質鬆化,牛味香濃 另外,韓牛的飼養方法也和其他地方不同 韓牛吃的是當地種植的江草 牛龍會將江草混合粟米去餵置韓牛 令它油花分布平均,味道突出 每隻韓牛都有一個身份證號賣 紀錄和管理由出生到逃載 加工到消費為止的所有過程 如果發生衛生或安全問題 就可以追蹤紀錄 其實市面上賣的韓牛 它的包裝上都有一個QR Code 消費者都可以透過這個QR Code看到這些紀錄 韓國政府會根據韓牛的脂肪分布 肉質和脂肪顏色來做指標 將它判斷為最高級別的一加加 其次就是一加,一,二,三,總共五個等級 今次AT Center香港和我們一起推出的韓牛套差 就用了最頂級的一加加 剛才都說過等級最高的韓牛就是一加加 其實還有另一個評級 就是根據牛的肉量百分比 將它分為A,B,C,三個等級 一加加A就是極品中的極品 煮韓牛首選當然是燒 因為火候夠慢,可以鎖住肉汁 我們先將它放在扒爐煎香表面 因為牛扒有些厚度 所以再放入焗爐 最後放在扒爐給予一些香氣和省文化牛扒 雖然一般在家可能未必做到那麼仔細 其實用明火煎已經是一個好的做法 不要看它的肉質纖維那麼強 以為它會很粗 其實它的肉質很嫩滑 肉香得來又有些甜味 希望今次A,T,C,香港和我們對Stakewound合作 推出這個韓牛套餐 可以為大家帶來頂級的味覺享受 讓大家不用去韓國 都可以吃到世界級的靚牛 我們會繼續看 到達的今天 我們來參加 вн跡 新練 神 我們 fest